诶 中国要挖我们墙角 真的已经不是新闻了啦 不过呢 特地选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司马昭之心 众人皆知啦 没想到呢 中国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 当天竟然出了一个众人 完全都没有料到的新闻 瞎换 瞎换 这也难怪 看到这个俊男美女的组合 怎么看都比赵立坚跟华春莹的组合 来的赏心悦目多了哦 大家好 我是新闻律师 今天呢 又是我最喜欢的 靠北新闻的时间啦 最近的新闻呢 真的还蛮多的 而且其实很多都是蛮严肃的新闻啦 那要从中找出几个 最具有娱乐性的新闻来靠北 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哦 那好在总是有些人 愿意帮我们散播欢乐散播爱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 所以呢 话不多说 马上来看今天第一个 最靠北的新闻吧 重启和事公投说明会最终回 黄世修突然离题 大爆料 自曝曾有民进党高层 主动征询入阁意愿 但无端被点名的则是嗤之以鼻 我觉得他自己在家里妄想就好 不要再上电视到电视机前面 妄想给大家看 那这些都对于整个社会讨论 这些议题是没有帮助 就连总统府也发声明驳斥 黄世修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荒谬绝伦 离谱言论一点都不科学 尽管被狠狠打脸 但黄世修仍坚持 有人征询过他 但到底是谁 说不出高层姓名 黄世修却主动求官 向蔡政府喊话愿意当政委 还现实回应 否则绝食抗议 我愿意担任政务委员 全权负责何事重启 实现真正的抗中保台 我跟您48小时考虑回复 周一中午12点起开始绝食 我有点感到 这其中必有隐情 黄世修说这个高层的名字 他不能够透露 但是呢 总统府又说 根本没有这个人 会不会黄世修遇到的人 其实是林秉书啊 所以其实原本黄世修 搞不好他是真的相信 林秉书说的话 说他是高层人员怎样 那后来发生高嘉瑜的事情 黄世修不好意思承认说 他被骗了 所以才不敢透露 这个高层的名字 是不是这样呢 不过话说回来啦 我也是觉得 最近那个林秉书的事件后 很多人在猎屋啊 多什么嘶嘶嘶 也跟林秉书一起吃过饭 好像是什么最不可赦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心态 其实不是很正确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强调 现在的诈骗集团 真的很厉害哦 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 不小心被骗的人 其实都是受害者啦 大家不应该 一直去检讨受害者嘛 要去谴责的 应该是从事诈骗的那个人啊 所以呢 如果黄世修不小心被骗的话 其实他只要老实承认 他被那个自称高层的人骗了 大家也会愿意给予同情的啊 是不是呢 另外呢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宣导一下 像这种到处吹牛说 诶我这是谁谁谁 可以帮你捞一点好处 别人都不懂 就我最了解司法内幕的那种骗子 什么地方最多呢 不要怀疑 就是法院里面最多 法庭里面一堆诈骗集团排队等着受审 法庭外面还有一堆司法黄牛 在那里撒鱼王钓鱼 等人家上钩 只要说几句话说 我真是哪个法官检察官 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可以帮你说起 一堆人就是捧着现金去甘愿被骗 律师在旁边怎么讲都讲不听 那这种人被骗 到底要怪神啊 所以讲了解法律就好好看 提供正确法律知识的频道 像我们频道一样 那些充满阴谋论啊 还是妄想症状的影片 是蛮适合当小说电影来看的啦 但是你硬要把它当真 那就真的不要怪我没有视线警告啦 好 第二个新闻 尼加拉瓜外交部长在当地时间12月9号 正式宣布和台湾断交 并承认一个中国更火速和中国建交 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社交网站发文说 赞赏尼加拉瓜政府决定 而外界更分析尼国选在此刻与台湾断交 恐怕跟这件事有关联 由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9号登场 我国做美代表肖美琴也和美国总统拜登透过视讯 面对面交流 中国在此时再度出手 打压我国外交空间 不过我国元首坚定表态 捍卫自由民主决心绝对不会变 中国要往我们墙角 真的已经不是新闻了啦 不过呢特地选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啦 不就是美国在12月9号的时候 召开民主峰会嘛 民主峰会顾名思义 当然就是要讨论民主 democracy在各个国家的发展 所以台湾有受到邀请 这很正常嘛 那中国没有受到邀请 这也很正常啊 不然中国到底是可以在民主峰会中讲什么勒 你们跟我说 中国到底可以在民主峰会中讲什么勒 所以美国顾虑到这一点 没有邀中国出席 就是怕中国感到尴尬嘛 那这个是美国的善意啊 真的不知道中国又是在玻璃薪水什么东西 反正中国不开心 一定要想个办法打击台湾嘛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挖台湾的邦交国啦 只要挖成功 这个新闻一出来 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国际上的重大发展 一定会马上被盖过去 又可以把台湾人的尊严放在地上踩踩踩 晚上这段节目一定有很多名嘴 要大骂蔡英文跟民进党 这个剧本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没想到呢 中国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 当天竟然出了一个众人 完全都没有料到的新闻 完全打破中国的如意算盘了 是哪个新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看看这个消息哦 对于很多的粉丝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重量级的喜讯哦 曾经合作电影《当男人恋爱时》的 邱泽跟徐伟宁 今天宣布结婚了 徐伟宁呢在IG上面写下 曾经说过如果有好消息 就会跟大家分享 而这个好消息就是 我们结婚了 徐伟宁呢还特别标注说 谢谢所有人的关心 在照片上可以看到 其实徐伟宁趴在邱泽的肩膀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尤其呢他的手上还带着钻戒 邱泽呢也露出了婚戒 这幸福的氛围 引起了大批的影迷 都来献上祝福 相换 相换 你中国千算万算 也没有想到当天最大的新闻 不是你家拉瓜跟我们断交 是邱泽跟徐伟宁结婚了啦 这也难怪 看到这个俊男美女的组合 怎么看都比赵立坚跟华春莹的组合 来的赏心悦目多了哦 来你们自己比比看吧 这两个画面 大家想看哪一个 那不然我们来投票嘛好不好 想看邱泽跟徐伟宁都留言一个爱心 想看赵立坚跟华春莹就留言玻璃心碎的图好了 我们就直接来帮中国分析一下这个流量密码 下次如果说要策动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记得时间一定要选好 千万不要选在跟俊男美女宣布喜讯的同一天 懂吗 不过呢还是要讲一点认真的啦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国际空间很重要 尤其台湾又是个贸易大国 可以加入国际上各种贸易协定 无论是WTO或者是现在讨论的很热烈的CPTPP 对台湾的贸易出入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谓的贸易协定呢 比较粗浅一点的来讲 就是加入这个贸易协定的会员国 都要有一致的贸易标准 无论说是关税啊 或者是进出口的品项啊 进出口的手续等等 标准都是一致的 不能够有不公平的贸易障碍 比如说同一个产品在这个国家可以进口 另外一个国家却不能够进口 这样子是不行的 所以呢目前所有的CPTPP成员国 都是开放美猪进口的 台湾却是公投要去禁止进口 然后台湾还要去说 我想跟大家变成好朋友啊 我想要跟大家公平贸易啊 让我加入CPTPP好吗 这种话谁会信啊 那最终如果说公投的结果 台湾就是不能够进口美猪的话 就会影响台湾加入CPTPP的可能性 减少台湾国际参与的空间 跟国际贸易的机会 这种结果又是哪个国家会最高兴呢 所以一定要宣导一下啦 如果呢你很在意台湾的国际地位 12月18号请一定要去公投 守住台湾的未来好吗 好下一个新闻 工作一整天几乎都在搬货 期间只休息了三四个小时 都是因为这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 民众买到要剁手 店员则搬到手软 凤山这间超商刚好是当地的转运站 周边又有许多的网购厂 货物量瞬间涌入 超商不顾摆还摆到一旁的停车厂 都存了存物间 另外在高雄鸟松有店章平台 为了消化货量 还加派了一倍的人力出货 在前几个月就开始大量增财 增出货人员 对那我们再提前训练 就是为了这个大节日 搭配振兴优惠 业绩比往年成长了两到三倍 邮务中心也忙翻了 会计邮件比平常成长了一千多件 整体的投递量也超过一万件 从电商平台到邮务中心 也都出现了包裹衫 也展现双十一的惊人消费力 看到这个新闻 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觉得跟我一样 真的觉得很靠悲 我跟大家讲 我双十一的时候 下单买了一大堆东西 什么时候才拿到呢 十二月 真的 就是已经快到双十二的档期了才拿到 那如果说现在双十二下单的人 不要等到农历过年才拿得到 那本来要买了圣诞礼物 突然就变成农历春节的礼物 那当然我们不是要靠悲那些 很辛苦的送货员 或者是超商店员 你们真的下班工作得很久 很辛苦还消化不完 这些我都知道 我要靠悲的是那些物流公司啦 这种大档期 你不是好几个月前就安排好了 早就知道双十一双十二要做什么促销活动嘛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提早做好人员的配置呢 人不够的话 可以早早应征零食工来帮忙 人不够大的东西就会塞车啊 当着消费者下次哪还会想要买啊 而且呢新闻里面说员工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通通都在工作 那我不知道说这新闻真的假的啦 如果说是真的 这个老板已经是违反劳基法的规定了哦 因为根据劳基法的规定 劳工正常的工作时间 每日不能够超过八个小时 每周不能够超过四十个小时哦 那如果说雇主是真的 劳工的同意哦 劳工愿意加班的话呢 连同正常工时 每日也是不能够超过十二个小时哦 也就是说一天最长的工作时间 就是十二个小时啦 超过的话 雇主就算违法咯 最高呢 是可能会处以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的罚还哦 所以呢 这个罚则其实还真的蛮重的 不过呢 我知道台湾的老板们事情真的很多 对于劳基法这种小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在意哦 所以身为员工 适时的提醒老板 不要违法 也是当一名贴心的员工 应该尽到的责任 所以呢 嬴政律师已经帮大家想好方法了 就是嬴政律师跟文字游戏一起合作 出了这款非常实用的纸胶带 其中有一款纸胶带 内容就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老板老基法看了吗 比如说像现在圣诞节快到了嘛 那就很适合在交换礼物的时候 在送给老板的礼物包装纸上面 贴满这个老板 老基法看了吗 的交代 提醒老板要多多补充正确的老基法知识 以免触罚 或者呢 你也可以贴在笔电上面 当你拿着笔电跟老板讨论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不动声色的提醒老板 切勿触罚 那这种不着痕迹的善意 就是我们台湾劳工最贴心的美德 另外呢 我也同时出了 我的婚姻是受宪法保障的彩虹胶带 以及现刑犯人人都可以逮捕的胶带哦 彩虹胶带呢 就很适合当成结婚礼物啊 或者是宣告自己的婚姻状态啊 现刑犯人人都可以逮捕的胶带 可以贴在笔电包包上面 无论是去咖啡厅喝咖啡 还是去图书馆念书的时候 都可以帮你的贵重物品 永保安康20退散 现在就买起来 送你自用两相宜 购物连结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请大家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咯 另外文字游戏的游戏 也在steam上架了 这款纯文字的游戏 的游戏 呃 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啦 跟一般的游戏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脑力激荡 但是又有游戏的乐趣 你不小心就会上瘾 马上去下载下来试玩看看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银贞律师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G 和我的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关注那个账号咯 我是银贞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